烏克蘭總統首輪時期 發表對控這個 俄羅斯沈陸戰爭兩百天的演算 這是說已經適合這個 五島三海重要的地方 這不是重大的軍事勝利 有哪表示說 這個烏克蘭和烏克蘭戰爭的 進入新的改動了 當地去年就很少人歡迎 烏克蘭軍隊的來告 烏克蘭大規模 關公行動 在意適合哈爾科夫 百步十十四公里 這個讓俄羅斯沈陵 打到百年華的城鎮 烏克蘭總統 澤蘭斯基在意發表 對控俄羅斯沈陸戰爭 兩百天的演算 正是已經受到 有當下起 因爭莫定三個戰爭當兵 烏克蘭總統 這個基層 吳軍在哈爾科夫 既就受到四十個座樓 但是吳軍在放棄哈爾科夫 占領庫的東西 若對當地火力發展 創作攻擊 他們去打火 又作成很多 所在大規模的庭典 官員表示 吳軍這個機動是 保護相攻擊 俄羅斯沈陸戰爭 報隊已經為 歐當的巴拉克列亞 跟伊州沈陸陸陸陸陸 以重新報訴 更強調 由緣會繼續對哈爾科夫陸陸陸陸 但是 歐克蘭軍隊為南部一項 向南部喚公 顯示歐軍想要在 頓內刺客到盧桿斯客邊界 開一條新的戰爭 這表示 五歐戰爭將進入新的改動 歐軍接下來 就要想辦法收到 他們過去六個外國 占領的歐克蘭領土 公視新聞 電話人朋友